大家好,我是傅老师种植团队的翔子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种植黄瓜上面防止病害的一个方法 这个配方呢,可以说是绿色无公害的 咱们自己种的这个黄瓜,自己吃的话,可以使用这个配方 它主要是防止这个真菌性病害,特别是双美病这一块 用这个东西啊,非常常见,就是尿素和这个红糖 没有红糖,其他的糖也可以 白糖也行 怎么用呢,就是咱们一桶水,就是15公斤的这个喷雾器 一桶水加上这个50克的尿素 然后呢,再加上100克的这个红糖 就用这个用量,基本上一周喷上一次 它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止这个真菌性病害的一个作用 因为黄瓜主要就是真菌性病害 而且呢,它这个尿素和这个红糖它对这个黄瓜这个光合作用 这个叶片吸收这个营养,也有很大的帮助 咱们连续用上个四次 就是隔个一个星期用上一次,连续用个四次 基本上这个黄瓜的双美病是不会说出现的 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呢,咱们可以试一下 大家好,我是凤琪 你们猜猜这种的是啥 看,就在我身后 这一片几十亩地啊 知道种的是啥吗 说出来可能你都不信 这里边种的竟然是玉米 前两天我还在好奇啊 这家人种玉米,他们连这个笼都不起了吗 那交地怎么办 直接这一整片搭水满灌过去吗 今天就告诉我答案了 大家看这个是啥 看这个印记就知道这个是地管带 在他们这个地头 还有一节剩余不要的 这种东西一般都是大鹏用的比较多 第一次见大田作物用这种地管带的 有点奢侈了 你看几十亩地全铺上这个地管带 不过你不得不说人家这个想法也是不错的呀 你想想看就像这种地管带的话 一亩地也就是百十块左右吧 并且可以用好几年的时间啊 再一个 这种东西浇水是比较快的呀 也很方便 如果说你像这个传统的浇水 你需要大水漫灌一下 把这个土壤里边全部给它浇透了 才能流到这个座物上面去 但是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了呀 可以节水二分之一 甚至说还要更高 再一个这样是非的话可能也会更加精准一些 同样这个人工成本也省了很多 你看以前浇水的时候最少需要两个人 现在的话一个人就可以了 水管一开 就不用怎么管了 浇水也是比较快的 这样的话你要这样一算的话成本会稍微多一点 但是相差也不是太大 感觉还是比较适合这个大面积去种植的呀 尤其像现在这个人工成本用那么高 当然了这家种的可不是普通的玉米啊 它种的是那种年玉米 这个经济价值呢要比普通玉米要高一些 现在农业发展呢还是比较快的呀 像这种新的农业设备 会逐渐走步这个各家各户的 还是蛮期待它今年这个收益的 如果说这个方法可行的话又能赚到钱 估计以后可能这个效法的人比较多吧 毕竟省事比较简单 有一个种植物让我给他推荐一个高产玉米的品种 想了半天呢借着这个机会给我们很多朋友讲一下 我们在选购玉米品种时候一些误区 避免有时候给自己种植这一块造成一些影响吧 我们想一下每一个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都是想要自己的玉米要增产要高产 往往就把这个特定品种作为一个首要的一个选择了 那么你的心态是想要一个高产的品种 那么你在买种子的时候 那经销商很多时候就会利用农户这种行李而去给农户推荐 以高产作为一个由头的玉米品种的一个介绍 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忽略了很多问题 好比说实应性问题 我们都知道玉米不是说任何一个玉米品种 全国各地都可以去种植的 它是在某一个地区可能产量非常高 但是如果你换到一个另外一个区域的话 产量的话说不定很差 再一个抗性问题 现在有些玉米品种抗性这块做的并不是很好 特别有些高产的品种 你包括我们种植物 包括一些经销商 往往就在这块忽略了 好比说我们常见的玉米的大小叶斑病 是吧 还有死黑碎病 玉米常见的病害 包括秀病 往往就把这块忽略掉了 如果你这个品种不抗这种病害 当年这种病害大爆发 那么你的损失将会很严重 所以说我们种植物在选玉米品种的时候 一定要去查看它的实应地区 抗病性情况 在这样的基础上去选择 增产潜力比较大的品种 这样的话比较好 朋友们大家好 本期我们又见面了 这期我们聊一聊 关于玉米上种一剂的一些使用方法 有些农户会问 现在购买到的玉米种子 因为大部分都是丹链钵 比较多 比较常见 而这些丹链钵呢 基本上已经 在出厂的时候 厂家这个染上颜色了 就是说厂家所谓的宣称的 已经用过种一剂了 那么我们农户在进行播种的时候 这个玉米呢 到底还能不能够去进行一个二次半种呢 那么根据种子市场 这个情况来看呢 这个成本是逐年地在增加 所以说呢厂家 他为了这个控制一个成本 这个种子所使用的一些种一剂 一般的都是很便宜的 这就要求呢 我们农户呢 在种这个玉米种子的时候 是可以去进行二次种子处理的 那么这个配方上 如果说你单独的就是为了防止地下害虫 我建议呢 咱们农户呢 可以去选用一些这个 塞虫禽和这个绿虫本甲鲜腕复配的 制剂 像这一样的类型 如果说玉米上呢 就是为了想防止一些病害的 那么你可以去选用一些 这个本甲饼环座的 或者说是笔座米菌纸 这一类的一些配方 去进行 如果说是单独为了 就是一些想营养类的 那你呢 可以去使用一些微量元素 去进行种子处理 建议咱们农户啊 在播种之前 一周可以提前的 对玉米种子进行 这个包衣处理 包衣处理完以后呢 摊开晾干 然后呢 再放置到 这个同气性良好的 这个塑料袋里面 即可以 有些农户呢 这个在使用种一剂 处理过以后呢 下种的时候 尤其是单粒锅 会造成一些 圈面断拢的一些情况 就是说不下种子 种子的普遍的发射 这个怎么样处理呢 建议在我们农户 在下种子的时候呢 稍微加入一点 花石粉即可 花石粉基本上当地呢 都可以买到 春耕开始咯 农户都开始动起来了 后面这块地呢 是在我们农场的一个邻居 他承包了有一百多亩地啊 人家那个种植方案 非常好 有很多农业技术知识啊 来源于农民 来源于农户 这些东西 不是说课本能学到的 你好比这个农户 他们在 现在种的是 墨玉米 春天种的墨玉米 覆盖地膜去种植 但是呢 人家覆盖地膜 的情况下啊 采用的是双那个 宽航的去种植 为什么要采用宽航的种植呢 是因为等他们这个 糯玉米 香玉米开始上市的时候 这时候他们在下边 也就是那个 两行玉米之间的笼里面 去种豆角 去种豆角 然后 豆角呢 会顺着这个玉米杆 往上爬 省去了人工搭架 并且可以有效地 降温招音 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 是值得进行推广的 你算一算啊 这通过养这一百多亩豆角 如果咱们不说其他的 就简单地搭这个 豆角架子 你需要花为多少人工啊 但是人家就利用了上一茬 春玉米 宽航 这个春玉米的玉米杆 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并且还多收了一茬